好大费力的港口作业 不可或缺的就是巨型起重机 不过现在遍布美国各大港口 来自大陆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却被美方比喻为特洛伊木马 起重机内装有感应器 可以登陆和追踪 货柜来源和目的地 这是美方担忧北京政府 可以借此得知美军 在世界各国进出口了哪些物资 不过这些起重机 价格低廉 品质保证 其实美方也爱不释手 美国港口将近八成的起重机 都由振华重工来提供 前总统欧巴马2013年 在马亚米港口鼓励美国得爱用国货 但为了避免尴尬 似乎有美国国旗将振华中英文商标遮住 不过谁也没想到 却被一阵风出卖 CNN特别针对这段插曲长篇报道 调侃白宫人员下次得换条更结实的绳子 我们在英国市场上做了我们的联系 在英国市场上 甚至是中国的接触到WTO 振华重工起重机在20年前进入美国市场 目前占全球起降机市场大约7成份额 在100多个国家地区有售 业务规模遍布世界 过去两年维吉尼亚州 南卡罗莱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港口 更陆续采购 同时美方高级官员也持续指控 这是合法的商业活动 伪装成秘密情资的完美组合 有关说法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 其中即便特洛伊木马 到了外交部对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似乎认为不足挂齿 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大使也回应 美国的担忧是企图阻碍 美中经贸合作的偏执狂想法 批评打中国牌炒作中国威胁话题的做法 是不负责任将会商及美国自身利益 记者综合报道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